大家好 我是阿信 有許多朋友在我底下留言說 想學粉絲堡料理 那許多粉絲堡料理呢 可能都會加蠔油加醬油 這一類比較重口味下飯的料理 那今天我來分享一道 我自己的私房粉絲堡料理 叫麻油鮮蝦粉絲堡 做法非常簡單又很特殊又好吃 在這個冷搜搜的冬天裡吃這一道 麻油鮮蝦粉絲堡 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哦 想要每天看到阿信最新的料理影片嗎 學做料理前 訂閱阿信絲YouTube頻道就可以囉 按下左上角訂閱 這道菜的做法其實跟在做麻油料理很像 首先我們先選用老薑 這個薑我們盡量把它切薄片 越薄越好 那我今天用這個蒜苗來取代蔥 因為蒜苗其實跟這個麻油的料理是還蠻大的 那這個蒜苗我們就斜刀薄片 還有紅洗菇 這個紅洗菇啊 我們把它底部切掉之後 這樣把它剝 那我會建議你剝細一點 像我這樣子剝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待會兒我們在炒冬粉的時候 冬粉是一絲一絲 那我們把這個紅洗菇 紅洗菇也把它剝成一絲一絲 好來 我們這個剝好先放旁邊 現在先來撿薑的動作 那我現在先加入一大匙的香油 這樣薑先下去 因為我切得比較薄 所以你要把它一片一片把它添下去 來撿薑的火候 全程都是中小火 火不要太大 慢慢把它變成香 我煸的時間大概是在兩分鐘 我們先把薑推到旁邊去 這個時候要落蝦子下來 這樣下去就是要把它煎一下 蝦子下去我們加麻油 加兩大匙的麻油下來 這個時候我的火我轉大 這個動作很重要 因為一般像我們自己在餐廳 我們在做鮮蝦粉絲堡這道料理 蝦子我們都會過油炸一下 讓它有個香氣 那我們在家我們不要煎 我們用煎的 用麻油就煎 一面煎大概15秒 兩面煎起來差不多30秒 快速煎一下就好 蝦子先下來了 這時候火先關掉 因為有時候在煎的時候 這樣會比較油才不會過度加熱 去烤去 蝦子先下來了 好 蝦子先下來了 我現在加入一杯洗米杯的量的米酒 鍋邊這樣倒下去 來米酒下去之後 留下煮一下 讓米酒的香氣吸進去 咕雷跟這個薑片 好 那我再加入半個洗米杯的水 那我現在調味 我先把火關掉 這樣我們水分才不會過度揮發掉 我現在這裡加入冰糖 一小匙 然後再來海鹽 三分之一小匙 天然鮮味粉是一小匙 我們醬油是加一小匙下來 再來我今天加一個很特別的秘密武器 就是 那我這個花生醬 它是細的沒有顆粒 是甜的不是鹹的 下一小匙在裡面 那為什麼這一道我要加花生醬呢 因為其實 花生醬啊 它跟麻油料理 而且你在做這個海鮮 我覺得很搭 我現在火開小火 這個時候 先加冬粉下來 兩球的量 兩球冬粉量 那記得我現在在煮冬粉 我的火不要大 我們先小火慢慢煮 把冬粉煮爛就好了 這時候我們把蝦放下去 給它擺好 這時候小火 來我們蓋上鍋蓋 記得火不要大 我們都小火 燜煮一分鐘 你在煮冬粉 你如果是靠燜煮的方式 煮給冬粉會很Q的 而且會很好吃 它現在在燜煮 我們先把這個砂鍋準備 來做一個前置動作 我今天用的酸辣是一支的量 那我一半 我拿來待會點綴上面 那另外一半下面 來 我把它切成 細絲或細條狀 我等一下鋪底 我灑在下面 鋪底灑在下面 這個時候 我們稍微打開看看 好 這味道很棒 關火 我們先放旁邊 我們的砂鍋要先加熱 像我這樣 鍋子是冷的 我放上去 我加熱時間 我大概給它抓一分鐘 不用怕沒關係 好 這個加熱差不多 我們的蝦子 這也可以打開 那在這個砂鍋裡面 我們要加兩樣東西 一就是麻油 半大匙加下來 米酒一大匙 我們把剛炒好的粉絲 加下來 我現在是開大火 因為我要讓 砂鍋裡面的蝦是滾起來 我們把蝦子切好的 酸辣絲 泡好的枸杞 這時候要做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蓋上鍋蓋 米酒 我們再半匙 蓋上去之後 讓它30秒 30秒之後 像我這樣從鍋邊 這樣子淋 好 OK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關火了 來 麻油鮮蝦粉絲薄 已經完成囉 這個特殊口味的這個 鮮蝦粉絲吧 你看喔 我們撈起來這個粉絲 你就知道說 它多麼的Q了 有沒有 很Q彈 你們自己在家做的時候 你就知道為什麼要加花生醬 非常香 而且花生醬跟海鮮啊 我覺得它很搭 這粉絲很Q 你看其實從我在夾 那種感覺就知道 它不是爛的 所以粉絲在燜的時候的訣竅 不知道有沒有記起來 記得要用燜的 雲南蝦有煎過 所以咧 在蝦用燜的 它熟度已經是剛好 蝦子用燜的它的Q勁 口感是最完美 因為我剛一吃 那蝦子的彈牙度非常好 所以今天這道 非常特別的這個 麻油鮮蝦粉絲 有學起來嗎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